嗨,朋友们,在格尔木火车站,火车机车换乘内燃机后,我们继续前往拉萨。 我们将经过南山口站海拔3080米,我们的火车继续向昆仑山脉上升。 沿途我们看到了柴达木盆地,内陆河水系的格尔木河。 过了隧道右转,我们看到了昆仑河。 我们的火车,开往纳赤台站,海拔3575米。 纳赤台小镇,有一个著名的不动泉。 传说中的冰山甘露,喝了这里的泉水,会有佛祖庇佑。 下一个亮点是三叉河特大桥。 它是青藏铁路桥墩最高的桥梁,全长690.19米。 最高的桥墩高达54.1米。 大桥的两端就悬架在地势陡郡的山崖之上。 过了小南川站后,海拔3832米。 我们的火车,将首次超越海拔4000米。 前往玉珠峰站,海拔4195米。 玉珠峰,又称可可塞吉门峰,海拔6178米。 位于昆仑山口已东10公里。 是昆仑山脉,东段最高峰。 昆仑山脉,长度超过3000公里。 是亚洲最长的山脉之一。 古人称昆仑山,为中华龙脉之组。 昆仑山隧道,全长1686米,海拔4648米。 是世界上最长的高原动土隧道。 穿过了昆仑山隧道和昆仑山口, 我们进入了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。 可可西里,总面积4.5万平方公里。 目前是世界上面积最大,海拔最高。 野生动物资源最为丰富的自然保护区之一。 这里气候严酷,自然条件恶劣。 人类无法长期居住,被誉为生命的禁区。 在2017年,成为中国第51处世界遗产。 清水河大桥,全长11.7公里。 是青藏铁路,最长的以桥带路的大桥。 这里处于高原多年动土地段,动土厚度20多米。 是世界上最长的高原动土铁路桥。 列车出了楚马尔河站,就是五道梁站了。 位于海拔4636米,此地曾被称谓。 到了五道梁,哭爹又喊娘。 五道梁,地高天寒,长冬无夏。 自然条件极为恶劣。 一般高原反应,会在五道梁处,非常显现。 可可西里,是野生动物的乐园。 这里有藏铃、藏野驴、野牦牛、白纯鹿、雪豹、黑景鹤。 藏园铃、炎羊、盘羊、蛇蜊、棕熊、班头燕等。 过了烽火山站,就是烽火山隧道。 烽火山隧道,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高原动土隧道。 海拔5010米,全长1338米,全部位于永久性高原动土层内。 有世界第一高岁之称。 烽火山,年平均气温零下7度,最低气温达零下40度。 是青藏铁路,全线施工,难度最大的工程。 过了烽火山,列车出了日阿池曲站后, 陀陀陀河站就不远了。 陀陀河,发源于唐古拉山脉。 长江源特大桥,全长1389.6米,横跨陀陀陀河两岸。 长江上源的水系,主要是由北源、楚马尔河。 西源、陀陀河、南源、当区河水系组成。 下一站,是通天河站,海拔4598米。 通天河,是长江上游中的一段。 在陀陀河大桥的下游,60公里地区。 陀陀河与当区会合后,称为通天河。 通天河附近,也是黄河、蓝沧江的源头所在地。 被称为三江源。 通天河上段的河谷开阔,水流散漫。 两岸是相对平缓的山丘。 传说在西游记中,唐僧师徒取经时,经过了通天河。 沿途上,我们看到了通天河。 不久之后,就是燕石平站。 燕石平站位于燕石平镇,海拔4750米。 在它的右方,200公里左右。 就是著名的哥拉丹东风,海拔6621米。 是唐古拉山脉的主风。 哥拉丹东雪山群,周围有20余座,海拔6000米以上的高峰。 南北长达50公里,东西宽约20公里。 这里的高峰区,发育着100多条冰川。 唐古拉山脉,西接喀拉昆仑山脉,东连横断山。 全长约1000公里,宽约150公里。 下一站,是布强阁站,海拔4823米。 沿途经过布曲。 长江水系的布曲,是当曲最大的支流。 唐古拉山,藏羽意为,高原上的山岭。 蒙羽意为,雄鹰飞不过去的高山。 下一站,是唐古拉站,海拔5068米。 是世界海拔最高的铁路车站。 江船,当年文成公主。 来到唐古拉山时,被漫天大雪所组,无法前行。 公主将乘坐金轿上的莲花座留下。 阵风驱雪,才得以安然过山。 扎家藏部站,海拔4886米。 扎家藏部,全长409公里。 是西藏最长的内流河。 发源于唐古拉山。 下一站,是安多站,海拔4702米。 青藏铁路的铺轨工程,从安多火车站,所在位置开始。 该站是该县的主要施工厂。 同时向唐古拉山,和拉萨两个方向运行。 下一站,是错纳湖站,海拔4594米。 错纳湖,面积约300平方公里。 是世界海拔,最高的淡水湖。 是当地一座圣湖。 每到藏历龙年,成千上万的信徒,就会四面八方,来错纳湖朝拜。 错纳湖水就像镶嵌在,高原草原上的,深绿色镜子。 青藏铁路,经过错纳湖东岸时。 最近处,距湖岸只有几十米。 火车沿着枪塘草原的边缘,一路前行。 枪塘草原,是西藏最大的草原。 总面积,超过四十万平方公里。 这是全县最迷人,最精彩的一段。 在那里,可看到西藏独特的民居。 下一站,是内区站,海拔4513米。 那区站,是青藏铁路的主要车站。 旅客列车,均停靠此站。 不远处,是罗马镇。 罗马镇,有夯开湖自然保护区。 区内有班冠雁,野黄鸭,野白鸭,红嘴鸥,和黑井客。 不远处,看到乃日平湖。 在乃日平湖,西南方向,是纳木错湖。 纳木错湖,是西藏三大神湖之一。 在藏羽中,亦为天湖。 是西藏最大的岩湖。 湖东西,长70公里,南北,宽30公里,面积1940平方公里。 是世界上,最高的岩湖,海拔4718米。 纳木错湖水,靠面青唐谷拉山的冰雪,融化后补给。 湖水清澈透明,湖面成深蓝色。 下一站,是乌玛堂站,海拔4502米。 远处,可以看到,念青唐谷拉山。 乌玛堂,是念青唐谷拉山下,一个美丽的地方。 藏北草原上,最吸引人的是赛马节。 乌玛堂,有历史悠久的赛马节。 当雄站,海拔4293米。 当雄县城,距离纳木错湖,仅30公里。 这里有个藏北八塔。 是整个藏北高原,最为神圣的祭拜处之一。 下一站,是阳八景站,海拔4306米。 阳八景地热的资源,非常丰富。 有规模宏大的喷泉、温泉、热泉、废泉、热水湖等。 阳八景地热,是中国大陆上,开发的第一个市蒸汽田。 是世界上,海拔最高的,地热发电站。 阳八景一号隧道,全长3345米,海拔4264米。 是青藏铁路,第一长岁。 也被称为,世界屋脊,第一长岁。 出了隧道,列车沿着堆龙曲,走向拉萨站。 沿途上,我们经过了几个美丽的小镇。 例如德庆乡、马乡等。 堆龙曲,发源于,念青唐古拉山。 河长约137公里,流入拉萨河。 拉萨河,河长568公里,流入雅鲁藏布江。 不久之后,列车经过拉萨河大桥。 拉萨河大桥。 设计理念,结合了,当地自然环境、藏族习俗和建筑风格。 桥身采用白色涂装。 仿佛三条洁白的柔美哈达。 飘逸在拉萨河上。 迎接远道而来的客人。 最后,我们到达拉萨站。 拉萨站,是一座,现代化的藏式建筑。 与布达拉宫隔阂相望,与古城拉萨和谐地融为一体。